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这个关押了犯人 也是个监狱 现在变成了一个艺术区 这个地儿 感觉建筑都很古老 红砖楼 广场这边人还蛮多的 都在这休闲 到了 就是这儿 最近大馆 有一组雕塑展览 我先进了这个诗意遗产的展厅 看到了这个叫做凝柱枝盘的雕塑 我也不太懂艺术 就是说石头和金属分别代表香港的自然和城市景观 展现了其之间的联系 话说这些花岗岩还是当年景属建筑群修复的时候回收的 旁边还有个行为艺术展台 地上铺满了瓷砖 这瓷砖上的颜色是用一间中式庙宇的香灰制成的 旁边还有一台电视 播放艺术家在上面战战兢兢行走的录像 说是以此来表现一种类似于焦虑啊困扰啊这类的情绪 你看看这砖都破了 我这体重要是在上面走两步啊 那确实会焦虑 再往上走 又来到一间展示 眼前出现一幅巨大的幕布 显得陈旧不堪 又很有压迫感 看了旁边的介绍才知道 这是悼念2011年挪威市区的一场大火中的死难者 这幕布上的花纹其实是一个办公室房间被烧毁后留下的灰尘 也难怪看着会有压迫感啊 没想到艺术家用了这些看似不显眼的灰烬来表现了他的某种情绪 旁边呢是一艘纸壶的巨大的船 看起来至少要有三米高 显得很壮观 走近看原来是用纸盒拼接起来的 显得还蛮错落有致的 再近处一看呢 原来也有细节在其中 原来很多纸盒中还藏着各式各样的小船 这些纸盒啊 都是来自当地一些非定居者的家里 他们有的是乔居于此 有的是流浪来到这里 有的是过来工作求学的租客 原本散落四海的这些物件 如今组合成了一艘巨船 与周围墙上来自一众匿名人士拍摄的地平线照片 组合成一幅同舟共济的画面 我虽然不太懂 但分明感觉到也是蛮有意义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楼顶的一个展览区 我被他们一些简约的雕塑吸引了 你看这个 通过勺子碰撞连通电源 旁边的扫把在一旁抽动 这个装置我不知道其中的意义 但是就是觉得有点诡异 说不上来 还有一处 我看到有一盘水果摆在地上 通过水果插上电线 传导到附近的喇叭 工作人员告诉我 说凑近听听看 可以听到水果发出的尖叫 哈哈 居然水果能发出声音吗 我试试 哇 这个好神奇啊 感觉就像是小孩子们在唱歌一样 怎么样 大家听到了吗 好神奇啊 这是什么原理 大家可以打出来告诉我吗 在我准备走出展厅的时候 被远远的人群哼唱的声音吸引到了 原来是展厅一旁有间漆黑的房间 一些行为艺术家正在里面不断变换位置哼唱 我走进去什么都看不到 只能听到周围的声音 也是好诡异啊 但是挺好听 大家来听听看 大家 准备走进去 我自己看zeni üzere 最后 当我意犹未尽地离开大馆来到操场时 竟然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总觉得有几个人一动不动的好奇怪 总感觉有事要发生 原来是另一群行为艺术家 他们开始在操场上跑步 并发出嗡嗡的声音 一开始竟然绕着我转了起来 后来又开始跑圈 这是在模仿小蜜芬的吧 今天这趟大馆之旅 简直是太奇妙 太有意思了 我这种感觉很特别 我还是第一次有这种体会 好想参与进去 但是不敢 好了 那这一集就到这吧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如果喜欢记得点个赞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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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